到底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 应该说实话还是不应该说实话 我不知道 有时候说实话会倒霉 有时候不说实话很凄惨 这才叫两难 《易经》就是告诉你一切都是两难 这个时候不要翻百科全书 因为里面没有这条 百科全书就是说你不要的 他通通有 你要的就是没有这条 就叫百科全书 这个时候要凭你的直觉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现在人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你会活得很好 经常要让世神退位 让元神回复 我们身上有两个东西 叫一阴一阳 一个叫元神 元旦的元 元始的元 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神 一个叫世神 就是后天得到的神 后天的知识 连我们现在都用后天的知识 来判断之前 经常是错误连连 你现在发现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都是按照科学搞得不可受使 你看最近就好了 欧巴马一心一意想要整顿美国的枪支 因为美国枪支太可怕了 每年十亿这种滥杀 那比什么度严重 但是这个法案怎么也不通过 所以他就绕过国会 他说我用神经命令 我要管制 枪支 后果怎么样 后果最近 美国畅销物品里面第一名的就是枪支 所以大家以前认为 只有中文政府一进 大家就很热烈反应 所以要一本书畅销很容易 书同政府进一进 马上畅销 现在连美国也这样 其实这是人性 人性 你不管没事 一管事情就很严重